民众你能够想象到吗 已经有40多年都没有在使用的老旧水塔 既然还摆放在泰山国中的校园里面 这样危险的一件事情 在泰山的三角里长得知之后 马上就反映给地方的民意士生 也已经争取到改善的经费了 位在泰山国中校园内 有一座阿西构造的水塔 约在民国60年时新建 至今已经相当老旧 而且超过使用年限 校方表示这座水塔已经没有再使用 不过部分钢筋腐蚀裸露 而且不时掉落水泥块 当地里掌获之后 认为水塔若受到地震或强风吹袭 恐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便请托立委吴玉生服务处 及市员宋明中服务处协助改善 目前我们学校这个车盆 跟这个水塔的区域 因为这个水塔时间已经很久 也过使用年限 那现在呈现的是 有水泥块剥落 那看起来是相当危险的 那在这边区域平常 虽然没有学生在进出 但是左右的一个教室 跟这个公园的步道 是还蛮近的 那目前是希望 我们这个各界可以来协助我们 处理这个问题 哪一天倒下了不知道 所以我拜托今天我们立委吴玉生 陈工厂主任 还有我们松颜的公民师 来替我们山脚里 争取这个预算把它拆掉 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上级长官 今天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地长认为水塔若是倒塌 可能会对一旁行走在步道上的民众造成危险 市议员宋明中相当关心民众的安全问题 已经向教育局申请经费 将配合教育局的同军政策 一并拆除一旁的脚踏车车棚 并且重新整理这块场地 那我们要先请我们教育局的同仁 先知询问给我们财政局 看有没有到达报会连线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局 我们的知识长跟我们局长 还有我们的环教科 他们非常关心学校的一些学童上和安全 已经给学校今天也给学校规划会了 那会来编预算机会来明年 来把这个水塔这边来处理掉 来改做一个同军的录营设施 在立委吴玉生服务处及 市员宋明中服务处的努力下 教育局已经先行补助学校规划设计 预计明年补助学校后续拆除 及复原工程费用 整体工程预计明年10月可以完工 永迦乐记者泰山采访报道